两个新股都挺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不如谈一只内雪的茶吧 64万人买的 一手线线率只有8% 招股价是19.8% 昨天见到个别证券行的暗盘 已经比招股价低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刚才报价的时候也看到 现在价格比招股价低 最新报价18.34% 阿里 你建议抽中的投资者 应该是先拿着或今天估计了 如果当日想抽中的投资者 现在又是否值得吸纳呢 这种股份我觉得 如果持有的话 其实都可以等下 应该有机会有人上水面来看 因为本身股波动度很大 亦有保证价先托着 拖着一些造本 green shoes 对 拖着一架 如果你看到跟水面相差迷太大 其实都可以等一等 看看是否可以上水投胆起 到时再考虑是否沽 如果未有池 我建议大家先看 其实这些股份 之前我有些文章也写过 其实它本身的行业 听起来也很出名 亦说增长很快 对 茶饮 对 如果你去到内地 你的生活一定会认识 一定知道什么叫罗色的茶 但问题就是收入增长得很快 规模的扩展也很快 但是它到现在都在账面上有盈利 最主要就是 其实也建议到 其实它近一年 其实它新铺 即每次开一间新铺 令到集团的收入增长 其实是减慢的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它自己解释过的就是 其实现在店铺越来越多了 开一间新铺 未必等于它会完全强大一个新的市场 反而可能会赚了本身 它现在附近的店铺的生意 至其一 记者就是那个成本 其实它本身来说一个业务 如果你的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话 理论上你那个员工 行政成本 占你的收入比率可以降低 但是看到它是没有这一回事 其实成本的占收入比 仍然比较高企 就是说它的成本压不下去 通常如果你的成本压不下去的话 你唯一做什么呢 就是比如加价 你将你的产品价格加 但是它不能加 因为它现在每杯茶加个包 都经常是四十几元人民币 其实是中产的价格 你要再加的话 可能未必有太多空间 所以它面对一个难题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管理陈在招育书都提到 其实去年开始的策略 就转变了少少 就是它开了一个乐指的茶Pro 这个品牌 就是说是将店铺的装修 简化 比如说不再即场烤面包的炉 员工的数目减少了 住场 每个店也好 希望减少行政成本 这个成果是有待观察的 所以其实它现在正正是一个 所谓的策略转型期 可能市场来说 会稍微对它有少少观望态度 多过一下子 这只失落增长厉害 我就感恩冲下去 就未必的 因为始终你失落增长厉害 回到最后未至有钱赚 这个当然都会等待它 如果它有消息楼 看到它的亏损开始收窄 大幅收窄 甚至管理陈说了 我的目标可能何时开始有盈利的话 这些故事就另一个故事 可能比较漂亮一点 到时再考虑吧 到时turn around的时候 有另一个故事 不过这个Aculia发了短信 他就说他抽中了大潜水 他的样子就非常生气 他说是否应该打一等 Rid刚才也说过 新股比较波动的 始终也是 他也建议可以打一等 投上水面的机会 也不是没有的 不过你刚才一路说的时候 现在已经跌穿了18元 去到17.84的水平 我们讲另一种 讲一下黄黄医药 抽的朋友就不是很多 但是就看到 因为他在美股都有上市 他也配合在美国的价格 现在甚至升穿了 因为昨晚HCM是跌的 去到大约50元港元左右 现在在说到59.35元 Rid 你觉得这一只 值不值得现在吸纳呢 就是势好像很强 这个股份刚刚截飞之后 到他挂牌这段期间 美股就不断上升 其实也比较惊喜 就是这个股份的动力也有强 其实你说股价今天 跌到50元 没有记错 昨天 招股价是40.1元 昨天暗盘是50.1元 现在高位是59.1元 即60元 其实也很夸张 其实如果你 一只黄黄系的股份 可以这样 好像重复回当年 Tom.com的风天时代 就很怀念 我觉得这只股份 其实如果你先拿货 恭喜 我觉得在今天来说 波动 跌到60元 都值得沽一沽 为什么呢 整个本身的行业 当然在长和里面来说 算是一个比较前线性行业 就是做一些医药的开发 但集团本身旗下的药品 虽然是相对其他 可能一些所谓的B股 就是一些没有盈利收入的 是比较领前的 因为它至少有的产品 是商品化了 也都推出了市场 是有收入的 但其实它其实很多的一些 拔仁仍然是在临床阶段 在第三期 甚至第二期 所以其实可能真正的体验 可能规模爆发期 就未必要这么快 而今天那个升幅 这么强劲 跟美股的差距 也开始有些日价 其实也要留意两地的股价 的拉斜作用 是 究竟是否因为这只 拉升到美股 还是美股开始回落 拖回去 其实要留意股权 结构两边的比例 但是港股 如果今天配合 可能今年六月底 可能节目开始说 分析持股的问题 如果去到66节目 也值得猜一猜 去赚一赚 是 好的 不过如果能抽到 再在60元股 真的恭喜 恭喜了 不过是很难的 是 不过新股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太多了 是的 谢谢了 谢谢 中文字幕——YK